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天气真好 不过我今天很忙一大早 今天起了个大早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 洗澡的信息 人人都洗澡 人人都很喜欢洗澡 不过也不是觉得 有人就不喜欢洗澡 洗澡也分时间的 也分次数的 什么时候洗多久 他也根据身体状况 不同的年龄 这也有很多的学问里边 东方人洗澡 大部分都是在晚上 觉得疲惫了一天 洗个澡 干干净上床 这是东方人 亚洲人相对 这样的比较多一些 也不是觉得 可能也有的人早晨 但是西方人我知道 几乎90% 是早晨起来洗澡 他们起床以后 第一件事 跑到Busroom去洗一下 换好衣服 就去上班 他们已经这样的习惯了 他们西方人天天洗澡 其实天天洗澡 是不科学的 从养生学来讲 是不科学的 早晨洗澡非常非常好 都是晚上八点以后 是绝对不能洗澡的 晚上八点以后洗澡 就像你早晨一起床 喝比啤酒 喝浓烈的酒 或者抽烟一样 伤害你的身体 是百分之百 没有任何的好处 百分之百是坏处 而是洗澡 不能洗特别长的时间 十来分钟 就是这样 不能洗太久 原来洗澡是很消耗能量的 西方人其实他也讲 就我老公生病的时候 因为白血病嘛 他化疗化的 他都没有力气 医生都不允许他那样的洗澡 就是一个星期 只允许他洗一次 平时怎么 平时就是擦 平时就是擦澡 就是有陪护 就给他擦 用温水给他擦身体 给他洗一些其他的部位 那一个星期洗那一次澡吧 也就是不会超过十分钟 因为洗完了以后 我问过医生 他说他会消耗他的能量 他没劲 他就累的不行了 我天哪 咱们正常人不觉 洗个澡 原来生病的时候 洗澡都没劲 我亲眼看他洗澡 因为有的时候 我会要求护士 我来给他洗 其实他们有陪护 不需要我洗的 因为我以前 我们都是一起洗澡 所以我知道 怎么给他洗 怎么照顾他 然后呢 我就特别要求说 我老公太累了 你们不会给他洗 你的陪护 没有我了解他 我来给他洗吧 然后他就 我就知道能怎么样 save他的energy 能够让他会好一些 所以呢 我那个时候 我以为西方的医生 他不懂这些 因为中医懂这些养生的 原来他们也是这样子 这是我亲眼 亲身经历的 就是在我老公这里 所以洗澡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冬天呢 是以身体呢 是收藏的 也是收 就是不要洗 特别是超过 50岁以上吧 就不能天天洗澡 一个星期洗两次澡 就是最好的养生 最好的养生 你可以洗多了 但是消耗你的能量 最好人的能量和气血吧 它都是有数的 就是身体一天 能产生多少能量的energy 它都是有数的 比如说你消耗10个 它产生 你消耗了20个 它产生10个 它就有你身体的老本 所以是对健康是不利的 所以我说 其实很多人 练洗澡这么简单的 也不知道 我记得我以前认识了 在好人圈这边刚来这里 人是跟他们聊天 就说 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只会吃 我说其实你吃也不会吃 因为吃的悬味太大了 吃的悬味太大了 所以他真的不会吃 你知道吗 他真的不会吃 我记得就是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很多洋人 他都会弄那个鸡肉 就丁了 或者是做那个 芹菜 鸡肉和芹菜 鸡肉和芹菜 是不能一起吃的 鸡肉和芹菜 是绝对不能同时的 但是他们就吃得很美 芝麻和鸡肉 也不能同时 但是呢 我看到 我以前在教会 看到广东人 他做的特别好吃 就是手撕 那个鸡肉丝 加上那个 葱啊 有点香菜啊 撒上一些麻油啊 然后放点芝麻 放点芝麻 然后特别好吃 特别香 就是 芝麻和鸡肉 就不能同时 它两个都是好东西 但是它两个一起吃 就是坏东西 所以他 我也喜欢吃 他做的特别好 我吃的时候 我就拿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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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筷子 我们是当时记得 我是在马来西亚 那个 华人家里边 我们教会聚餐 然后 就用筷子这样 摔摔摔摔摔 把那个芝麻摔下来 我教会的人就看我 他觉得我怪怪的 吃个东西 还这么仔细 他不知道 因为我 因为他们都已经 都吃了 我在说 会让他们感觉到 uncomfortable 所以我刚才 我就不说 我就说 我不吃 我不吃 这样吃芝麻 我就给他抖下来 抖下来 我再吃 因为他做的 真的很好吃 我不会做那个 他用了好长时间 一点点 撕那个鸡丝 你知道 因为那个鸡 是烤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告诉你 洗澡 好多人也不知道 还有一个 洗澡 为了环保 为了你身体 你不要用 沐浴液 就是 clean body的那种 你也不需要 用body cream 因为我本身 就是这样 就是我从来不擦 洗完澡 擦那些油 那个 我也不用 就是 那个 body wash because 因为你 你 你 我 我不 我不洗淋雨 我洗盆雨 我总是泡雨 因为泡雨 我可以根据 我的身体状况 就会去 去 用一些 油 就是一些 精油 放在我的浴盆里边 当然我是根据 根据不同的 不同的 那个 情况 根据不同的情况 来加 比如说 我在花园 干活 哎呀 不知道什么小虫子 跑到我上了 就在养养的 那我就会用 薰衣草 因为薰衣草 是直养消炎的 一般的通常 我们都是干活 下午干的 那它不影响你 晚上可以 relax 睡觉 所以我会用薰衣草 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有点肌肉 拉伤 我可能就会用 T-T-O-E-O 所以根据状况 就这样子 洗的话 因为我们都会 有柠檬院 都会有很多柠檬 我都会切薄薄的片 弄在里边 柠檬鱼 我 我 我不用 body wash的 来清理我的 因为那是化学的东西 我身体本身 分泌的油 它含在我的身体上 当然我会用那种 我很喜欢用 就是洗澡精 这种洗澡精 是没定产的 就是当你在浴盆里边 泡的时候 你的整个上皮组织 就是 它很容易脱落 你轻轻地用 用那个洗澡精 rub your body 它就会起到一种 去除角质的作用 当然不能用力的 因为它会破坏 你的上皮组织 就是 轻轻地擦拭 然后让你的 上皮组织脱落以后 你的 你的心的 皮肤就会呼吸 打开你的 含毛孔 所以说 这样的洗澡 就是又洗得彻底 又会 又会起到一个 beauty的作用 所以 特别棒 而且我觉得 还能起到 按摩的作用 因为 因为你一直在 rub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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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 your skin 所以呢 它就是会 就是很好 洗出来以后 你的皮肤光滑细腻 特别的棒 所以说 我觉得 洗澡 有很多的学问 它起到一个 保护皮肤 环保 还起到一个 beauty的作用 通常洗头 应该是 shampoo 洗两遍 然后condition 最后一遍 所以通常是这样子的 而不是只洗一遍 shampoo 然后再用condition 不是 因为我儿子是学美发的 然后应该是 shampoo是两遍 最后一遍是condition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的头发会 就是很柔顺 像我是长发 从来不会打结的 就是它总是那样 很飘柔 我几乎都不去做那些 我记得以前 做生意的时候 在中国 我还经常做那种 spar hoolie 就是去 我好像在这里 没去几次 就是我孩子 去学美发的时候 我经常去做 他的模特 然后再没有去做 但是我的头发 依然很好 依然很好 就是很滑溜 一根是一根 它不会打结 特别好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吗 洗澡也很多小问 是不是 享受你的 bath enjoy your bath by the way 我再给你们说一些 其实这件事情 已经发生了16天了 就是美国和伊朗 在波斯湾的对峙 今天已经是16天了 进入这半月了吧 这个他们的博弈 可谓惊心动魄 美国和伊朗 还没有开打吧 双方的盟友 就已经开始 纷纷的出手 中东已经打成一锅粥了 先是这个 哈马斯和以色列 这对老冤家 率先开打 美国的军舰 刚刚杀到波斯湾吧 就是那个 伊朗的哥们 就是哈马斯 就向以色列开火了 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 谁打他 谁找死 一定不会赢的 绝对不会赢的 600枚导弹和火箭弹 把美国小弟 以色列的反导系统 直接打穿了 以色列进行了 猛烈的还击 以色列国家 他们打的时候 都会祷告的 横切地祷告 这个是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吧 就是准备火中取利的 以色列放弃了 替老大出途的计划 和哈马斯进行了 和平谈判 缓兵之计 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战火 还没有熄灭吧 伊朗的另一个小弟 胡塞武装 就和美国的盟友 沙特干上了 要知道沙特和伊朗 那也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的主 沙特和胡塞武装 几年来战火 一直也不断 而胡塞武装的 大军主就是伊朗 金主有难 岂能不救 就在这两天 胡塞武装 穷草而出 出动多架直升机 对沙特的多条 输油管道展开 狂轰烂炸 输油管道 打蛇打七寸 沙特也是火力全开 豁出去了 对胡塞武装的根据地 直接炮轰和加空隙 一时间双方站得硝烟力慢 俄罗斯更是在 苏利亚火力全开 俄罗斯也更会 趁火打结 对美国支持的 苏利亚叛军展开围交 你看 俄罗斯是不会 不会那个 在这个时候不出现 他特喜欢抽热 看那个趁火打结 就是这个 这个都比较关键的 就是美国和这个东方大国贸易战 又谈崩了 双方再次拉打锯 哎哟我天 我给这个新闻真有意思 我发现 伊朗它已经就是 划出底线 只要赶越界就开始开火 就看美国有没有这个胆越界了 我想想美国应该不怕它 但是因为我一直觉得 美国是上帝派来的 独裁的杀手 他一个一个的把独裁给赶爬了 伊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苏利亚什么都是好东西 他们的 不过他们的人民 真的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个在 在剿灭一个独裁之前 百姓都要付出 也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就像以前我说的 要得到一种东西 必须失去一些东西 向往民主的人们 在走向 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当中 一定也要付 也会付出代价了 也会付出代价了 不想付出代价 又想走向民主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看到现在 这个伊朗 我看它也不会有好东西 那个委内瑞拉什么这些 当然是 这种情况下 经济肯定是瓦解 对不对 社会动荡 失业 物价上涨 都迎来一系列的问题 疾病 没有时间研究疾病 疾病 所以是那个瘟疫 战争肯定到时有尸体 都是处理不好 都会有瘟疫 这是一系列的问题 Everson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伊朗现在就多去到 对外输送缘由 赶紧买点银子 好打仗呀 打仗也需要银子呀 伊朗 伊朗它 有国才有家 伊朗它绝对不想成为 下一个伊拉克 这是一场人民的战争 他们能做的就是 拼尽全力 帮助国家打破 美国封锁 实际的出口 这就是不取得民族血性 但是我觉得 美国想干它的事 它一点 一点侦都没有 美国要跟他们 叫好汁了 一定要干挺了它 所以 它紧急救援 求援 东方大国 多气度打破 不过我觉得 这个时候 谁要帮了伊朗 谁要买麻烦大了 现在我觉得 其实不用打 就是经济制裁就行了 我昨天 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 澳大利亚已经5G正式使用了 太好 太棒了 这不不用华为 人家也可以 其实人家都 敲目双子都已经做了 一下子也可以5G 普及了 开始都是免费使用 我们新西兰下一步 可能一下子 突然就那个了 不知道 现在我们还没有 嗯 东方大国 气质鲜明 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绝不会为了霸权的压力 而放弃自己的盟友 这个贸易战继续的拔剑弄张 今天我 我还看了一个新闻 就是 美国已经明显的 暗示 支持台湾 很明显的暗示 支持台湾 在社交媒体上 就他支持台独 他没有说的这么明显 但是他就是 看就这个意思 看到媒体在 在解读 哎呀 整个空气都充满了 硝烟的味道 嗯 我们祈祷世界和平 我们老百姓 都不希望有战争 战争对 对人是没有好处的 对人民是没有好处的 嗯 我们 这两天在 我知道美国白宫 它有五千 五千个人的 这个 就是五千人 就是 请愿 他们就必须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嗯 我们新西兰也是这样子的啊 嗯 就是有什么事情都请愿 政府你不能不理会 你不能不理会 你必须出面解决 然后我们投票还有一个比例 嗯 超过了 那个 五十以上的比例 可能就算为赢吧 他就会 管他对错 他都会去试试啊 这挺讨厌的 最近你知道 我们西兰是要干什么 大麻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它主要用于医疗吧 他还用一些 其他的领域 嗯 那甚至你喝的饮料里边 吃的点心里边 都有大麻合 那 现在18到24岁的 当地的人吧 当地的年轻人 58%的人 支持 亚洲国家的人 都是反对的 亚洲国家 毕竟这种文化背景啊 它显然是比较保守 它觉得 这些东西 老是社会上泛滥的话 真的对大家都 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不希望 我们的子孙后的生活 的毒品和强制泛滥 和同性恋 这对大家都 没有什么好处的 这人类走向灭亡的 一个最可怕的 一个一步 那 现在我们新型来 就面临着这个 我们 前天好像是 我们已经先 No No 我们已经都提交了 尤其是中国人 是绝对反对的 这一点还很好 我们还是不能 去支持这样的 大麻合法化的话 这太可怕了 本来现在这里 好多 好多这个疯子 cruise 前两次 前日的新闻 一个新闻报道 就是他的同事 这全是白人啊 他同事吧 他下班那么累 他还回家 烤点心 第二天带给同事吃 你知道 那里边什么 那里边放的大麻 毒品 然后因为这些人 都不吸毒 他的同事 好心 人家同事好心 做的点心 晚上下班那么晚 回家做点心 当然大家喝茶 洋人都喝茶 都一人拿一个吃 麻烦 吃完了以后 上头下泄的 然后呢 因为同时 吃完了上头下泄 人家肯定就报警啊 一报警 大家都 都查那些 那些东西 就查他的殴吐物 最后一查 大家都是因为 吃那个人的 麻烦吃的 直接他给坐牢了 所以呢 就是这是属于 这绝对是属于心 心理有问题 心态不好 精神也有问题的人 做的 其实他是一个 很正常的 看上去一个 很正常的公司职员 所以你有的时候 看到这个人很正常 他做出的事 是很可怕的 你知道吗 所以 谁都不希望 自己的子随后代 或者你自己生活在 到处是枪支 泛滥 毒品 同性恋 变态狂 你喜欢吗 对 你也不喜欢 不过像我这种人 以后越来越吃不开了 因为我还是那种 比较传统保守的 一个很有 很高到达标准 很讲操俗的一个 所以我这种人 其实是真的吃不开了 我知道我的危机在哪里 是因为这个社会 太cruise 所以正常的人就变得不正常了 就像在有的沦陷区 老实八交 那个 善良正派的人 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不是他们的错 是因为这个世道变坏了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社会每天在发生了什么 这对大家都不是一件好事 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希望我们新西兰 不要通过大马合法化 这个是很讨厌的 同性恋 当时我们都反对 也通过了 这是挺讨厌的 我们不能支持那些非正常的 那些病态的 那不叫人权 那不叫平等 今天我有一天就特别忙 到晚上十点之前我都忙 我走了 拜拜